谈论不同剧情看尽人生百态 大家好 欢迎来到女汉子说电影 十月怀胎是每个孩子都要经历的阶段 当然 孕妈经历的痛苦 也不是那些男人们能体会得到的 可如果怀孕三天就出生的孩子 你会害怕吗 沙拉是一名大学生 可她最近刚和男友分手 这天 男友从墨西哥旅游回来 她就赶忙过去求复合 没想到 男友根本就不鸟他 于是沙拉在晚上的时候 就浓妆艳抹地出现在了男友的门外 看着自动送上来的菜 没有人能够聚接的 就这样 两人干柴烈火 开始了造人计划 却不想 沙拉早上就有了孕兔的现象 这是不是有点超过寻常了呀 贪偷不安的她 放学后买了夜孕棒 结果显示怀孕了 看来这九个月的孕期 是要大大缩短了呀 当她早上醒来的时候 孕度就很明显 为了躲避老妈 她直接跳窗逃走 之后就找到了自己的闺蜜 眼镜妹 眼镜妹虽然不相信她所说的事情 但还是决定带她到医院去查看 这天已经是第三天了 她刚躺下检查 羊水就泼了 于是他们找了医生接生 没想到生出了一个怪物 直接结果了两名医生 而且还爬在女医生的头上 控制了她 沙拉和眼镜妹 见情况不对 撒鸭子就跑 但现在她肚子依然很大 难道是怀了双胞胎 于是两人赶忙回去继续生 并打算生出来就解决掉 可他们怎么努力都没有生出来 这时妈妈回来了 他们只能换地方继续 而眼镜妹刚好认识了一个兽医 就这样 他们开着车找到了兽医 虽然兽医不相信他们说 三天就能生孩子 但还是为沙拉打了催产剂 并打算生下来就解决掉 看到这样的针头 我不得不感叹宝妈们的伟大 可这个怪兽就是不出来 这边警察发现了 医院的杀人事件之后 就着手调查 并在检查记录中 看到了沙拉和眼镜妹的名字 于是她根据卫星定位 找到了兽医这边 警察认为 沙拉很眼镜妹是杀人凶手 于是叫来了沙拉的母亲 母亲知道 沙拉怀孕生子 简直是气得一塌糊涂 这时 怪物控制着一个人 找到了警察局 警察们哪见过这种怪兽 全部都愣在了那里 等他们反应过来后 却被人类打成了马蜂窝 而怪兽 则把他们一个个都解决了 最后 她还控制了沙拉的母亲 沙拉肚里的东西 受到同来的召唤 就爬出了沙拉的体内 当沙拉醒来的时候 她已经在男友的家里了 可男友根本就不相信她 三天就生出孩子的事情 还认为 沙拉给自己戴了绿帽子 直接溜直打击 但沙拉知道 这些怪物一定和男友有关 于是他们在男友家 找到了她的电脑 在电脑上了锁 无奈 他们找到了一个黑客同学 在她的帮助下 他们发现 男友在墨西哥旅游的时候 弄坏了一尊石像 传说 石像中封印着一种古老的寄生虫 这种寄生虫 会通过男人的身体 让女人怀孕 然后生下雌雄双体 用以繁衍后代 现在这两只怪物 攻占了一家超市 并把这里的人都当成了食物 但她需要更多的食物 当沙拉赶到超市的时候 这里已经没有人了 于是她想到了男友参加的派对 那里有更多的人攻她使用 直到危险的沙拉和眼睛妹 开着车赶了过去 展开了和怪物之间的战斗 虽然这期间让很多人送命 但他们也把怪兽 打进了榨汁机里 榨成了一团肉泥 现在就剩下那只雌性的怪兽了 沙拉来到超市后 发现母亲还活着 于是就让她先离开了这里 自己则和怪兽展开了搏斗 而这时的怪兽 也正准备产软 见此情景 沙拉把一罐催产剂 扔进了怪物的嘴里 没想到 吃了催产剂的怪兽竟然爆炸 从此 他们恢复到了以往的生活 这个故事虽然恶搞的成分很大 但也同样告诉我们 女孩子要全会保护自己 千万不要为了一时的好奇和感情 把自己带进危险的境地 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 喜欢的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